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也回家去吧 你娘和大哥待会儿就回去 嗯 二叔 这事都怨我 我没有事先告诉孩子 所以才让星儿起了疑心 木匠 我知道你这个娘当得很难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陈兴 你竖着耳朵给我听好了 以后你再这样闹腰 我就把你赶出陈家大门 星儿 你倒是说句话呀 哼 怎么 还不服气 把我的那把戒尺拿来 你用得着吗 我看这孩子已经知错了 对吧 星儿 你这是什么态度 二叔 您别生气 星儿也不是故意要气您 还是我这个当娘的平日没有教育好孩子 不用你帮我说好话 二爷爷 今天这事我错了 任凭您处罚 知错要能改 你这像是一个改过的姿态吗 那你要我怎么样 我都认错了 孩子别急 好好说 我看今天不给他点教训 他是记不住的 去把我的戒尺拿来 哎呀 算了吧 你别管 这孩子要再也不管 以后怎么办 二叔 都别劝我 戒尺 跪下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大哥没事了 你们别围在这里 星儿 我不用你来关心 你都看见了 这下你满意了吧 别动 热敷一下就好了 你给我出去 都是因为你 我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孩子 娘 行了 让我安静一下 你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吗 娘 娘 娘没事 大哥 大哥太过分了 二哥你说怎么办呢 要不咱们进去吧 不 让我一个人先进去跟他谈谈 大哥 好些了吗 就那样 大哥 咱们以后都别跟娘较劲了 好吗 谁跟他较劲了 咱们兄弟啊 其实娘对我们非常好 我们 那些都是假的 我才不会当真呢 娘是真心对我们好的 我不想听这些 他就不可能真心对待我们 你们就是被眼前的假象迷惑了 什么假象 免疫是假象吗 哥 你总是觉得继母没有亲娘好 对 亲娘是亲娘 继母是继母 不一样 你觉得她好 你就去认她这个娘 你太过分了 出去 文菊啊 你放心吧 我会做好一个母亲该做的一切 你说星儿 她也没有坏心眼 就是想她生母 可能是我这个做继母的 做得还不够好吧 才让星儿感觉到分别之心 很多人都认为继母不好当 也有好些做继母的人 觉得自己很苦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在我心里 六个孩子都是一样的 都是我的亲生儿子 星儿呢 人儿 去叫大哥吃饭 是 哥 吃饭了 嗯 星儿 你上哪儿去啊 你啊 别管他了 您就游他去吧 我 我 儿子 你 我 啊 我 那 春好和苗状 人情倒谷风 这对人真好看 走 我们去放鞭炮 走 走喽 孩子们 你们要小心呢 放完鞭炮就吃饭 知道了 娘 您放心吧 四弟 五弟 六弟 站远一些 三弟 你来点 好的 来啊 孩子们 吃年饭了 娘包了白菜馅的饺子 没有年糕啊 今天没做 先吃饺子吧 没年糕 吃了什么年饭 没有年糕怎么了 吃什么都是过年 没年糕 就别说吃年饭 星儿 今天吃饺子 明天做年糕 好吗 吃饺子就吃饺子嘛 还说什么吃年饭 你爱吃不吃 用你管 我就是要管 今天过年 你别把大家都弄得不高兴 哼 你还来劲了 你们兄弟俩都不许闹了 都给我坐下 娘 他太不像话了 怎么 你还想像二爷爷那样 教育我吗 我 听见没有 都坐下 哼 星儿 娘 咱们吃 不管她 望儿 你刚才做得不对 星儿是你大哥 你不该跟她对着干 娘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她都那样了 您就别护着她了 你们五个都听着 即便你们大哥 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作为弟弟也应该恭敬地劝说她 而不是对她动拳头 孩子们 你们可都是亲兄弟呀 如果你们之间闹矛盾 为娘的心里能好受吗 记住 家和外事兴 知道了 娘 没事了 吃饭吧 娘 您先吃一个 好了 娘开心 儿子们都懂事了 你们快趁热吃吧 了 她们 坐下 等一天 恢复 平凡 你们肯定 的 他是 你 她们 一来 好像 他 你 趁热吃吧 星儿 娘 我回来了 回来了 累了吧 不累 快歇会儿 喝点水 慢点儿子 娘 晚上做什么吃的 我来帮您 晚上咱们吃烩面 有土豆白菜的那种 对 就知道你爱吃 娘 有件事我想跟您商量 什么事 开春以后我就不去血糖了 怎么 娘 我想在家帮您干活 不行 你得去血糖 家里有我呢 娘 天里那些重活您一个人都揽在身上 太辛苦了 我长大了 有力气 那些重活让我来干 我能干好 望儿 你有这份心 娘就吃足了 娘 五弟六弟还小 在家里也干不了什么 再说他们比我聪明 不如让他们去好好学习 我就跟您一起把弟弟们给抚养起来 望儿 娘知道你的苦心 但是娘不能这么做 听娘的话 去好好读书 以后做一个有用的人 知道了 娘 望儿 你能把做人做事的道理学好 娘比什么都高兴 老伴儿啊 我听望儿说 陈兴过年的时候又在家里闹矛盾了 你说星儿这孩子也是 平时挺乖的 怎么一到李木江那儿就犯毛病啊 怪事 是不是他们母子相克呀 一派胡言 算起来啊 这年一过 星儿该有十八了 也不小了 你说要是给他找一个媳妇儿 星儿会不会就懂事了 常言道成家立业 先成个家 这孩子也就变成大人了 他们家的矛盾也就解决了 你说呢 老伴儿 道理没错 但男婚女嫁是大事 得父母同意才算数 那还不容易 我跟李木江你说他保准同意 你可别弄巧成拙 放心吧 娘 二哥 吃饭了 娘 您吃饭去吧 好啊 走吧 万儿 您先吃 我把这片地出完就去吃 不着急 该吃饭吃饭 别饿着肚子干活 娘 我还不饿 我想赶在开学之前 把这些地都除好了 你也能轻松点 傻孩子 你要饿坏了 娘怎么办 娘 快点吃饭了 走吧 先吃饭 沐江 李沐江 二奶奶 星儿 你娘呢 在田里 您乐什么呀 好事啊 你想听吗 能有什么好事啊 你的好事 我的 傻孩子 来来来来 二奶奶告诉你 高兴吗 我已经替星儿相中了几家姑娘 这次我要亲自出马作梅 你就等着喝喜酒吧 你跟沐江说了吗 还没说呢 没见着 倒是先跟星儿说了 这小子一听说找媳妇 乐得嘴都喝不拢了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你没跟沐江说 倒先跟星儿说了 这不合规矩 哎哟 哎哟 就你规矩多 这是大喜事 我晚一点告诉沐江 他还能生气吗 我觉得不妥 你就放心吧 我还能把喜事办砸了吗 成家立业 就是说先成家再立业 你懂吗 那就是说 如果我成婚 我就有家了 是啊 你就是一家之主了 我就能管自己的家 就可以分开过了 分开过 不分开过都行 哦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完婚 你别着急 沐江 二婶 二奶奶 沐儿 好好干活 我给你娘报喜去 好心当成驴肝肺 早知这样 我才不管呢 二奶奶 您怎么了 我多管闲事 你别急啊 气死我了 娘 出什么事了 回头再说 娘要赶去二爷爷家 你接着筹地 好的 到底怎么了 你说话呀 气死我了 这 二叔 二婶 二婶 来 坐下说 二叔 二婶 我给您二老赔罪了 都好好的 赔什么罪呀 二叔 二婶想给星儿张了婚事 我没同意 嗨 没同意就没同意嘛 再说星儿还小 不着急 也不小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这事还得看沐江的态度 二叔 是我不对 我没给二婶解释清楚 不用解释 你不同意 我省心了 你少说一句 沐江 到底怎么回事 温居过世之前跟我交代过 沐江 我的时辰快到了 别伤心都是命 我这一走可就苦了你了 往前想想 你跟着我没想过一天的福 等你好起来 咱们再慢慢想福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星儿 他身上有一种桀骂不信的品性 你一定要好好管教他 你放心养病 你听我把话说完 二世之前就跟我提过 想让星儿取心完婚 一来给我冲喜 二来可以多一个人约束陈性 我没有同意 这个大儿子我是最清楚了 他现在还不到成家的时候 还不成熟 一定要等他真正懂事之后 才能让他担当一个家庭的重任 否则以后家难其家 我知道 我必须要遇到 木匠 我带你二世给你赔不是了 二叔 你别这么说 我不知道才自作主张的 现在我清楚了 木匠啊 你别伤心了 你现在去把陈兴给我叫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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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